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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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運 才到曼了沒多久就遇見黑柴 跟著黑柴的腳步我們繼續往前走 來到傳說中的麥良公園 這裡的楓葉紅了 我們找了一處涼亭準備吃早餐 結果來了一隻鹿來討食 大搖大擺走進來一副經驗了得的模樣 終於擺脫吃貨般的路 可以喘口氣悠哉的觀光 奈良公園 奈良公園 奈良公園是奈良最知名 有衍生梅花路出沒的地方 也是秋日賞風著名的景點之一 一年世紀都有好風景 搭配轉紅的楓葉 可以一邊欣賞秋映濃的景色 一邊與不怕深的路互動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體驗 奈良公園十一月上旬到十二月上旬 下旬是最佳賞風時期 十一月中下旬到訪 已經可以看到部分楓葉變紅了 但沒有想像中多 可能跟暖冬有關吧 今天真的很不能都懷疑怎麼穿那麼多 瞧他們低頭鞠躬可愛的模樣 瞧他們低頭鞠躬可愛的模樣 就會忍不住買個路仙貝來餵食 看來到卻是此起彼落的尖叫聲 老鳥的牠們會一直步步比進 逼著你趕快將手中的路仙貝交出來 真是驚險 所以還是要保持距離以車安全 公園台濺體規格 公園內有數以千集的陸群生活浴寺 隨處都能看到路的蹤跡 並重要的地方 derni recherch 公園內有數以千輩的陸群生活浴寺 隨處都能看到路的蹤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大寺别名金光明寺天王护国书寺 位于平成金以东所以称作为东大寺 室内的大佛殿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造建筑 位于平成金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走进庄严树木的大佛坐像马上映入眼帘 哇真的好巨大哦 顿时觉得自己好渺小 我给你带来的高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側面也可以欣賞到大風 一旁也有縮小版的模型可以看個仔細 大佛右後方有跟柱子 柱子底部有個和大佛鼻子一樣大的洞 傳說只要鑽過這個洞就能無兵消災 參觀完東大寺走在餐道上 兩邊有一整排的長夜燈 長夜燈又稱石燈籠是日本古代的路燈 走在這條餐道上有小路相伴真是幸福 怎麼能不拍張照經驗一下 二月堂 二月堂 參觀免費也沒有時間限制 推薦有空可以來這裡看看喔 二訪時沒有拍太多照片 以下是2013年10月拍攝的 從這裡可以眺望那糧市區景色 從這裡可以眺望那糧市區景色 周圍的楓葉變色了 紅黃交織美妙的時刻 看著美麗的楓葉有走說不出來的幸福感 突然羨慕那時候的自己 有美景可上有旅程可走 繼續往春日大社的方向走去 這裡的腹地相當廣大 從一隻鳥居算起 包含萬葉植物園 國寶墊落宮十五色 充滿歲月痕跡的石燈籠上 青苔滿部 綿延不絕流洩出悠久深遠的意境 漫步其中有種心靈洗滌後的舒暢感 綿延不絕流洩出悠久 漸層的楓葉 掛滿燈籠的迴廊 還有黃澄澄的銀杏 真美 我可以把芽 corn倒裂 做得多幹 我可以把芽根封來 煮得多 esqu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